三十分鐘 主席 我請張院長 請張院長 會員好 張院長好 張院長還有待會可能要請蔣部長一起來 因為我長期來關心長期照顧的議題 院長我本身也在老人的領域 在民間團體工作了二十年 在做老人福利的工作 那台灣現在已經是一個高齡化社會 百分之十二 可是很快的到2025年 我們就十年後 我們就百分之二十的超高齡社會 所以其實長照是所有民眾端 一直在關注的一個議題 所以我們推動了非常久的一個長照制度 可是民眾端還是非常的焦慮 那我很想來問 請教院長跟部長的就是 到底我們台灣在這八年來 推動了長期照顧十年計畫 我們雖然投入了 從每年大概十八億多 然後到今年大概五十幾億的這個經費 投入進去了 可是還是有點民眾感覺不到 或是覺得服務不好用 我不知道兩位就是院長或是部長 對於長照政策推動的這八年來 到底問題出在哪裡 那為什麼民眾端的感覺是無感的 是不是可以請 那麼的話 我們再оров去 影響的時候 我們要再婚禮 資源 我們要去做一個 創造的 Pittsburgh 大家要去做一個 真的要去做一個 我們要去做一個 社會 我們要去做一個 長照服務法通過以後 給了我們一些比較多的武器 所以我們現在推動的速度 應該可以快一些 部長的這個回答我倒不這麼 有幾個部分是對的 包括經費可能不是很足夠 人力可能不足 那服務的建制其實是有點緩慢 這跟經費都有相關聯性 那至於說長照服務法 是不是真的就帶給我們 新的一個發展 我常過去我們在民間團體的時候 其實就一直跟部裡面反應 你這個長照服務法是一個疊床駕屋的法 說要整合大家的一個幾部法 可是確實待會兒會談到 那個問題還蠻多的 我們現在民間團體在參與政府 訂定相關執法的過程中 都覺得你們再做一件衣服 然後套到每一個人身上都不合用 這個待會兒可能我再繼續談 但是在長照十年的這個計畫裡面 我們也看到這幾年 其實服務的成長是有點緩慢 雖然我們有投入了 這個每年大概30 平均32億左右 那今年是編了比較多一點 50幾億 可是事實上我們的服務量來講 從居家服務 是最大眾的一個服務 才從27000到45000多人 那日照也從785人到2500多人 這樣的成長速度其實涵蓋力 涵蓋我們的私能的這個涵蓋力 才不到35% 那這樣的一個涵蓋力不足的情況下 其實民眾端會覺得 怎麼要使用服務使用不到 為什麼 因為我們現在的 剛剛部長也提到人力不足 所以當我要使用服務的時候 我原來是重度私能 我可能有90小時的服務的 時速的使用權利 可是可能人力不足 或是過去可能預算編列不足 所以呢 我們平均 現在我知道 整個平均使用居家服務 只有二十幾個小時 也就是重度的私能者 可能能使用的還是那麼少 這個都是環環相扣的 可是這個問題 可能根捷是在於 預算的編列嚴重不足 因為從99年 我就當時也跟很多的委員 一起來參與有關預算的爭取 那時候整個行政院就刪減了預算 那一年就刪減了6億 原來服務應該要擴展的 可是我們的這個政府 卻是一直在刪減預算 那這幾年都是透過 99、100、101 都是透過所謂的第二玉備金 動用第二玉備金 才能把錢補足 你知道那個對於我們地方政府 還有對民間團體 多大的困擾嗎 都到年底才編列預算 才把錢撥下來 那團體都要等到隔年 才拿得到錢 那個整個對於 就是整個行政的 應該說干擾 因為預算編列不足 行政干擾 造成的都是團體 沒辦法好好的提供服務 地方政府因為錢也不確定 所以他也不敢給地方承諾 或給民眾承諾 所以我們整個長照十年 也是沒有好好的宣導 給民眾知道說 政府有在做這件事耶 你有失能的需求 可以來跟政府申請這個服務 說真的很多 我接觸很多的民眾 包括媒體的很多的好朋友 他們都不知道政府在做 這個長照十年的計畫 所以這個東西變成說 整個政府的政策 到底有沒有好好去做宣導 那服務 本國的服務沒有發展出來 可是我們有一個很大的服務 卻一直長出來就是外勞 外勞在我們從99年到104年的統計裡面 這幾年6年來成長了3萬多人 到達了22萬 這個是非常可怕的一個事情 那我們本國服務長不出來 可是外勞的人力一直在長 那101年我們勞動部 也開放了80歲 所謂的重度失能的 包括80200到60 那去年 在民間團體一再反對下面 我們勞動部又開放了 85歲以上的老人 輕度 只要有一項 這個 所謂巴士量表的量表 一項而已 就全部開放 就是等於輕度的 那這樣一開放下來 其實衝擊最大的是 本國的就業 因為我們的居家服務單位 就跟我們反映過 他的服務量 減了10% 一個月 跟同期的一個來比較 就少了10% 可以看得出來說 我們兩個議題 一個是 我們本國服務長不出來 外勞一直在開放 可是我們行政院 這個要問張院長 我們行政院在幹嘛 為什麼沒有一個統整 兩個步調一直都不協調 那我們在民間的團體 在做抗議的過程中 我們行政院也是 就是任由勞動部 自己就開放外 這個外勞的一個資格 所以我覺得這個地方 是讓我們一直 感覺到政府 在整個行政作為上面 一直沒有協調 因為我覺得這個 中樞大腦神經應該抓好 勞動部跟衛福部 應該共同來 為整個台灣的長照 建構一個可協調的 那可是我們在這個過程中 都感覺不到行政院 做這樣的統整的角色 所以我們一直看到這個 混亂的情況一直在出現 那最近又看到行政院 把長照保險法 原封不動的又送進來了 我不知道部長 你知道我們 對於長照保險的一些看法 或是你認為長照保險 能解決問題嗎 我們的看法是 長照保險如果能夠實施的話 那它的經費是比較充足的 因為我們的規劃 大概是大概一千一 一千兩百億左右 它這樣子的話 每一個失能的人 大概可以每個月 有一萬多的這樣子的 經費上面的資源 可能是比較充足的 所以我們是認為用保險制度 是比較妥善的一個政策方針 可能部長是過於樂觀了 因為我們從現在國民年金 大概收繳率只有百分之五十 也就是有百分之五十的人 繳不起或是不願意繳 那還有就是 從過去邱部長的時代 就在談 這個長照保險如果要開辦 我們政府部門 比照健保的一個基金來講 要負擔百分之三十六 當時就告訴我們拿不出來 那以國家的財政我們現在看到 幾乎是沒錢的情況 這個赤字大概兩千億 那還有就是我們的國民年金 昨天也才這兩天也才爆出來 國民年金我們的政府編不出 沒有編每年都不編錢 都是跟我們國保基金借錢 然後再付1.2億的利息給國保 就是這種好像感覺就是政府的錢 已經到了一定的沒錢的情況下 然後一直在做周轉的動作 我可不可以跟委員解釋一下 36%的錢在哪裡 那個首先國民年金的情況不太一樣 國民年金它是比較軟性的一個保險 所以民眾可以不加入 但是我們規劃的長照保險 是採用健保的這樣子的制度 換句話講它是一個強制性的社會保險 所以比較不會有國民年金的這個 那是一個問題 那可是你36%的錢要從哪邊來 因為我們一直沒有看到 你有財務的規劃 您講的是國民年金的 不是 我講的是長保裡面的36% 也是政府要負擔的錢 那這錢從哪邊來 對 這個如果是我們講的 1千1 1千2百億左右 當時我們的規劃 它是30 40 30的比例來分擔 那雇主要負擔40% 那政府要出30% 那這個被保險也要出30% 那如果以1千億來看的話 政府要出資大概300億左右 每年300億 那這個跟我們過去講的這些稅收等等 大概都有關係 但是其他的七八百億呢 就由雇主跟被保險人他們來支應 剛剛部長講的是這個保費的分擔 保費的分擔 可是在長保法裡面 它是針對政府這個保費的收入裡面 要負擔36% 不足的要國庫編列預算 所以這部分就健保來講好了 最近健保會也在跟我們行政院抗議 我們這個衛福部自己去修的執法 把原來政府該負擔的補助弱勢的 那些社會福利補助的一個保費 全部納為36%的計算範圍 那邊政府就拿走了72億左右 所以我們為了這件事 還去監察院告了我們前任的毛部長 毛院長 就是覺得政府已經沒錢 然後到處各種可能的 節省政府的這個 所謂支出的項目都出來了 那再來就是長保 1100億的一個規模裡面 政府要負擔36% 就是大概快400億左右的一個經費 這個錢在哪裡 我們到現在都沒有聽到 政府做這方面的規劃 那這個錢是你們要去想出來 如果真的要開辦保險 可是就我們來講 如果在這樣的一個 1100億的一個規模 那我們現在的服務 涵蓋力才35%不到 那我們要繳了保費 要服務的時候 請問服務在哪裡 那如果沒有服務 民眾繳了保費 那拿不到服務 那到時候是不是 這個長保裡面規劃的 就是現金給付 那現金給付 到時候我繳了保費 結果你給我現金 那還是家屬照顧啊 或是我不知道我們的政府規劃 是要讓外籍看護工來照顧嗎 給了現金 那你再去請外勞 所以未來我們的長照 是不是要全面外勞化呢 這個部分 這是我們非常優力的一件事 所以我們對於長照保險的推動 是非常感到非常優力 所以我們民進黨 還是支持用稅收視 非常負責任的是 要從特別的稅源來做裁員 我們提出了移證稅增加10% 還有這個家子營業稅0.5% 來課增希望能夠有300到500億左右的經費 因為長期來其實長照是需要 比較多的一個經費 可是以現在的財政 是怎樣�決了 這個財政 另外都已經是在財政 我們是財政 這個財政 這個財政 作為一個財政 所以我們是財政 這個財政 在財政 這個財政 和財政 我們在財政 然後它財政 我們在積極在研究它的相關的執法規 包括法人法等等 這些都是希望能夠幫助我們的資源 能夠很快能夠長出來 那它有兩年的時間 當然現在已經不到兩年時間 那藏保其實是我們在當時規劃 重復法過了以後藏保它銜接的 當然要等到資源長得出來以後 藏保法才能夠真正的實施 所以這個是我們一直在努力的一個方向 那還是要跟委員報告 我們還是認為保險是可長可久的 因為我們也看到日本的這個案例 如果不用保險的話 其實將來是會很困難 所以我們的態度是我們提出來 然後希望很客觀 大家就來討論 就是用一個開放的一個心態 大家來討論 最後希望出來的結果 是對全民最有利的 好 剛剛部長也談到長照服務法 我就是接下來要談長照服務法 因為長照服務法真的在當時 在整個政府的規劃裡面 它不一定要設 可是我們就依照醫療的概念 有健保說有醫療法 這樣的概念 然後設長照服務法 我們也說全世界沒有人設長照服務法 因為它有點疊床家屋的一個模式 讓很多的這個法做一個統整 我們既有的有老服法 有生權法 有護理人員法 也有精神衛生法 這四個法 那當時在規劃的時候 我看起來 現在正在討論執法 還有這個一個大模法 就長照機構法人法 還有13個小執法 正在討論設立標準的問題 那就跟民間團體大概就是非常不愉快 大家都大吵 一直在溝通 一直在吵 因為這是一個 當時我們就反映出一個問題 長照服務法真的要做整合的時候 它是大整合是你政府行政便利性 好像覺得只要有單一個法 就可以管所有的機構 所有的型態 可是對一個多元化的需求 尤其像生意障礙 它其實生意障礙 就有十幾類的一個類別 它不像老人比較單純 是私能跟私自 那可是這麼多的類別 這麼多元的服務需求 可是我們就一套辦法 想要把它框住 那身上團體就已經開始在吵了 所以我很想問的是 到底我們部裡面 是不是就照這四個法 要來統整這個 用這個概念要來統整這個長照服務法 那這樣的一套衣服 要套在所有人身上 到底合不合用 它的包容性跟多元性到底夠不夠 部長 基本上真的只能堆住 會有一個不夠的 很重要的 都在尤其是 這十幾個角色 這個區域的 要跟責任 不得 是 那 所以 尤其是 如果我們有 首先 是 每個人穿起來都還可以 但是中間我覺得是應該可以保持一些彈性 所以我們現在整個這個長照機構法 能法還沒有完全定案 我們是希望跟各界溝通以後 能夠提出一個最理想的一個版本 那這個版本應該是比現在各個法 分散的情況之下要好 否則的話就沒有意義了 是 我這邊是身心障礙團體 已經有在做一些反應 能不能讓他們身心障礙的部分分流來處理 我有聽過這個說法 其實真的是跟我們原來的這個 護理之家跟老人機構是不一樣的 我們身心障礙朋友 身心障礙機構有保育員的編制 我們老婆沒有 或護理之家沒有 另外就是身心障礙團體在反應 為什麼老人機構裡面 每個房間要設廁所 那身心障礙不要設廁所 因為身心障礙朋友會去玩那個水 所以他不要這個東西 可是你就是一套東西 另外一個當然也是最大的差異性 是身心障礙有一個全國統一的收費標準 但是護理之家跟老人機構是沒有的 他是以地方政府去做審定或核定 所以造成的可能是這個收費制度 也會是不一樣的 所以有一些部分的特殊性 其實真的要把身心障礙納進來 是對他們來講非常不適合的 所以身心障礙團體是有在反應說 可不可能把這個身心障礙 還是依照身心障礙權益保障法 還有精神衛生法 繼續來維持他現況 因為本來就有原來的法 再繼續追尋 那如果是用稅收更沒有問題 因為他就是透過補助來給予一些協助 所以根本不需要這樣把大家集合起來 而且我想衛福部應該會落入一個 讓不尊重多元需求 不尊重整個身心障礙特別的一個不同的需求 那硬要把它綁在一起 大家穿起來都很辛苦 是不是可以這樣思考 身障是不是要把它放在一起 這個真的是討論很多 那據我的了解 身障團體對這一個方面 其實彼此之間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那如果 如果將來實施長照保險的話 如果它沒有納進去的話 會不會造成它沒有辦法享受 長照保險的相關的福利 這也是身障團體的一個關切 那不過總而言之 目前這些都還在討論當中 所以基本上還是開放的 我們持續會討論 持續跟身障團體來溝通 好 我接下來還要請原明會的這個林主委 還有長部長還要麻煩你 因為有關原鄉的議題 還是跟長照有關 就是因為我長期也跟原住民的原鄉 有做一些老人照顧的工作 那我們也發現一些問題 就是在一個原住民的地區裡面 只要不只原鄉 偏鄉也是有這個問題 就是當一個老人失能了 如果在社區裡面沒有像日照 或是住宿型的機構 這個老人的命運就是被子女接到都會去居住了 所以離我們的在地老化 這個讓老人在原來自己熟悉的環境 中老這樣的一個目標 是違背的 可是我們的偏鄉 我們的原住民地區都面臨到這個問題 我非常好的朋友就在蘭嶼 他們蘭嶼到目前為止 找不到地方設日照 也沒有一個住宿型的機構 那更重要的是他們沒有很少很少合法房屋 大概只有衛生所或新蓋的鄉公所 有所謂合法的建造 這個問題在原鄉非常的普遍 那我們怎麼樣去克服這一塊 有關原住民地區或是偏鄉地區 在建物跟建築物取得上面的一個解套 因為現在正在訂設立標準 機構的設立標準也會處理到原鄉地區的問題 不曉得林主委或是部長有沒有什麼想法 林主委 非常謝謝委員 聽了這個委員的執行 知道委員非常關心這個長照的問題 我們原鄉的地區 我們根據現在的長照法 它剛好規範在第六條 第十四條 第二十四條 這三個條文裡面 特別提到關於原住民地區的 原住民的長照服務的事項 要會統主管機關 要會統主管來訂訂 所以剛剛委員特別提到的這幾點 包括長照機構未來的設立的標準 還有包括人力的規劃等等 目前我們是正在跟衛生福利部 正在挫商 當然原住民地區有很多建築 是沒有使用執照的 我們也正在考慮 過去教育部也有關聯在原住民的地區 這個社區的拖替的中心 用一個當地地方政府認為結構安全 鑑定認為合格就可以拿來使用的 可以不可以拿來引用那些條文來用 這是我們也考慮的一個 所以這部分也是要跟蔣部長說明的部分 因為其實前面已經有一些 這個誘照法 已經有相關的法的嚴厲 所以說他們針對偏遠地區 或是部落的互助室的教保服務中心 他們有針對這一些設施 只要是他確定無危險 然後對於建築物使用的部分 得以結構安全這個鑑定來作為證明 那當然消防還有建築物取得的一些證明 也都是有相關的配套 因為這個確實是在原鄉裡面 非常為難的一件事 就是找不到合法的房屋 那另外就是說在未來原鄉地區 或是在服務資源的建置 對於未來新蓋的時候 當然可能會涉及到內政部的問題 就是包括土地的取得 因為他們都位於3D保留地 甚至有的是在國家公園 甚至都是一些土地的取得 建物的取得都有它的一定的困難 這部分真的是要 比較是行政院跨部會的協助 來解決偏鄉資源建築不足的部分 或是建築困難的部分 所以我想這部分 希望我們可以繼續再努力 謝謝 是 我們充分了解原住民地區的 這個相關的這個問題 衛福部一定會去配合 事實上內政部也有一個叫做 原住民保留地 土地使用管理跟建築管理 合法化的一個方案 所以只要有相關議題 用一個專案小組的方式來處理 我想最終都可以或解決了 我們會朝這個方向來努力 我們很希望更積極 因為我覺得這八年來我們看到 民間在成立這些點的時候 非常非常的辛苦 因為跑那個流程都要花一兩年的時間 所以這實際是需要行政部門 整個動起來 一起來協助 謝謝 謝謝兩位 好 接下來我請內政部跟國防部 高部長還有陳部長 有關 不好意思 有關就是這次總統大選 我們王儒選副總統候選人 這個軍宅的風波 讓我們看到 這個軍宅的風波裡面 王儒選雖然在軍宅的匕首期 或是解除管制期間買賣 雖然好像沒有違法 可是軍宅的問題 好像也點出了很大的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的一個軍宅 是透過可以這樣隨意的買賣 那國家是用了這個土地 還有這個很多的經費投入去新蓋 可是看起來是讓這個眷設的屋主 還有草房者跟仲介 有了一個套利的空間 那我們現在軍宅的這個政策裡面 我們看到從過去國民住宅 就是一個蓋好了就賣 當一個國家政策蓋好房子 在私有化之後 整個產權就私有化了 它的正當性 它的公平性就消失了 那現在軍宅其實也是這樣 就是說你透過國家取得土地 然後建造 然後賣了就是私有化了 那這個公平性就出現了 那軍人是不是真的可以 以後的軍人是不是可以再繼續租到 租得到便宜的房子沒有了 因為私有化可能就沒有了 所以接下來就是包括我們很多政府 政府之前在談合宜住宅 也是一片的呼聲說 好像要姐姐清廉住宅的問題 一樣都是賣 只要是賣的到最後還是私有化 所以這些問題其實我們要呈現的是說 政府的 透過國家的政策 透過國家的一個 他們是不是一定會要買 basis 香港人 Farmer 然後是一定要買的 我們這個沒有一個 而我覺得這個 從來沒有一個 或者是給我們一個 來買的 有一個 但是後面如果有餘屋當初的規定是說 以現役軍人為優先來配售 當初的設置的目的是在這邊 是 所以我們現在如果已經賣出去 當然我們沒辦法再把它做處理的 那有沒有可能沒有賣出去的 我們就不要再賣出去的 我們可以由國防部買回來 作為出租住宅呢 因為我想這部分 報告委員這給您特別報告 眷村改建條例裡面 它最大的它只有土地 它沒有編任何預算 所以它是用銀行的融資來蓋這個房子 它必須把這個融資要償還掉 所以它必須要把這個房子要做個處理 因為它融資的償債的壓力是很大的 所以它需要在一億的年限內 要把所有的融資償還掉 那國防部變那預算來購買回來呢 作為照顧你軍人的一個住宅 在蓋這個這是一個立法的條例 它當年並沒有要國防部來編任何的特別預算 所以這部分也可以一起來修法嗎 這可能就要牽扯到修法的程序了 而且跟委員報告 眷村改建條例已經快走到尾聲了 該改建完了都改建完了 只剩下一處而已 是的 那有可能改變政策嗎 把它作為社會住宅的使用 這個我們要全班考量 因為我們現在融資的壓力也很大 我們必須把這些房子 因為銀行的貸款一定要還 是好 謝謝國防部 那我接下來還是要問住宅的問題 因為最近 最近 星期一才發生了一個 房客把房東的姐姐跟母親殺死了 然後我們最近還有27個老人擠在一棟公寓裡面 那院長也看到這個報導了 所以也有財事幕僚趕快去了解 希望民眾可以感受到政府的存在 像這樣的老人寡居的問題 老人居住的問題 我不曉得我們政府對於租屋的問題 到底有什麼樣的政策 或是怎麼樣解決的方式 在住宅問題上 我想剛才您也提到了 基本上社會住宅 我們是主張是主租不賣 那我們也希望在政府還沒有辦法 蓋很多的社會住宅之前 我們是採取租金補貼的方式來做 那像去年我們就把這個租金補貼的 這個幅度大幅提高到6萬戶 所以所有符合資格申請的人 都沒有人因為名額的限制而受限 那其實只申請了5萬9千戶 我們有6萬1千戶他只是5千9千戶 部長你可能對於如果是租屋的話 我相信年輕人大概沒什麼問題 但是有個數據要跟您說明一下 就是整個在民間團體 吹媽媽基金會的調查裡面 老人在這個租屋市場是不被歡迎的 我們了解 所以這一塊就是社會住宅的供給 對 如果社會住宅的供給量不出來 老人就是有錢他也租不到 所以我跟您報告 事實上在為了鼓勵地方政府來蓋社會住宅 內政部每年編列很多的預算要來補助 以台北市財運力這麼好的地方 我們都可以補助它到5到6成 那這個像之前我們也試吃了這個 台北醫學大學前面的這個 露寶場的土地 那兩塊地啊 60億的這個土地錢 我當面也跟柯市長講 這個如果他們願意的話 我們可以來補助他大概將近30億 是 那可不可以跟柯市長講一下 我們台北市很多的青年住宅都限定 是20歲到45歲居住耶 都排年齡四耶 非常的嚴重 其實青年住宅我也贊成你的看法 青年住宅當然是 青年是要照顧 但是青年事實上他租金補貼 他可以到菜市場上去找到他的這個需要 應該讓弱勢者更能夠住到這個公營的住宅才是政策 才是稍後的政策 好 謝謝 另外一個是有關租屋平台的事 因為租屋平台好像在執行上面一直都執行偏低 那這個問題有沒有可能再做一些 其實我們有改進的控制 但是其實租屋平台一方面 呃呈銷部長我們可以檢討 但是反映出來其實他現在不是資訊的不足的問題 是其實就是剛才你講的 黃沐有一些不足的問題 就是向社會主宅 謝謝吳委員的質詢 謝謝張院長 報告院會休息十分鐘 聲音樂 數6 慢慢